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放学了happy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溜溜球 OK那上一期的节目呢 我们进行了2020年的 国际文化天使艺术节的颁奖大赛 许多的小朋友呢都给我们展现了才艺 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哦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掌声恭喜他们 那上个星期呢我们颁发的是少儿组的 是少儿组儿组儿童组的一个比赛 那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少年组的一个比赛 那我相信呢我们少年组的哥哥姐姐呢 肯定是更加的厉害了对不对 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每一位华语电视小主播 进行了本次颁奖典礼的一个主持 终于可以让溜溜球哥哥稍微休息一下 OK那另外呢也要感谢我们的两边的主办方 一边是我们的双英国际 另外一边呢是我们的美国华语电视 也请到了两边的负责人 我们的华语电视的总经理吴地令 和我们的苏森苏校长 一起来成当我们今天的颁奖嘉宾 好了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啊 赶快去下载我们的牛电视 NewTV是我们专属的APP 同时呢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 也正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啊 大家好好的follow一下 好了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颁奖现场 各位华语电视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安智勒洋 欢迎来到国际天使艺术节的颁奖晚会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以下贝拉 我们是华语电视小主播我是伊娜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悠悠 大家好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杰伯 很高兴认识认识大家 由我们来主持吧 大家好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安智勒洋 我们要来恭喜所有的获奖者 你们都得到了好成绩 我为你们高兴 大家好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安智勒洋 本次的比赛通过了两个月的结束 大家都表现得特别优秀 在最终诞生了50个奖上 分别是赢奖金奖和白金奖 我们的比赛还有两个人气王 他们的保护投票是最多的 首先我们来办法的是本次比赛的赢奖获得者 有请班长嘉宾 美国双赢青少年 发展学会飞长Susan 好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Susan校长 也是我们小主播培训班的校长 然后也是双赢国际集团的我们的Susan Susan老师 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大家好 非常感谢所有的学生和家长们 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青少年的才艺大赛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已经是第五届了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它移到网上 那么小朋友们通过他们的努力 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然后在这个才艺方面多多的培养 那么将来的话在各行各业 都会有这个发展的空间 那我现在宣布一下我们这一次赢奖的获得者 第一个就是Eric 陈珠 如果一些讨论的客人 你也订被摸 foliage 尽量到试图 你可以帮助更加讨论 你呈三毛 并且思ら尽高 那么多大 slave si 第二名呢就是Doris 他们获得了金奖 获得了赢奖 然后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希望你们明年的成绩比今年更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Doris 然后呢 我今年13岁 我这一次参加的是 眼泪表演做我很难 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所以是 它是困难成我 一个中文人的中文人 有这个胃口嘴的小伙子 但至少 drawing帮我幸福 然后我可以逃到我的幻想世界 当外面的困难是困难 我的眼睛 再次 然后别打开枪 或许是时刻刺眼睛 或许是时刻刺眼睛 我懂得更多的照片 谢谢,谢谢我们的Susan,我们的校长 谢谢,谢谢 现在我们要颁发本次比赛的金奖 有请帮奖嘉宾 美国华语电视的台长郭迪令 大家好,我是华语电视的台长 我叫Woodie Lane 我其实看了各位选手的表演 大家都非常棒 那在这里面有做武术的表演 有鼓针的、弹钢琴的 或甚至到打鼓的小提琴、黑管 有唱歌比赛的、也有拍电影的 各个其实大家都很厉害 我也很希望我小的时候 有这种的爸爸妈妈的栽培 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 那其实大家其实都播采国瘾 那我也知道是说 在美国大家其实也都很不容易 其实说真的 我个人自己感觉跟亚洲 大家在这边 大家跟亚洲的这些小孩子有得比 大家除了上课以外 课后的这些活动 其实是在美国大家更注重的 也更希望的 不一定是说读书 不一定是说成绩好 我才有发展 其实在美国有个好处就是说 不管你是在哪个领域 不管你是体育类的、音乐类的、或是读书类的、画画类的、甚至舞蹈、武术类的 大家其实在美国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 那我在这里 这个国际天使颁奖晚会 这个国际天使领奖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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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是Cindy Zhang 这个国际天使领奖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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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是LisaLive 下一位是LenaLive 下一位是LenaLive LenaLive 一位是Len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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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是Albert Gow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lbert Gow I feel very excited that I won the contest LenaLive LenaLive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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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esa Bang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Teresa 我这次参加这比赛用的是我一个吹肥管理的小弯子 我能获得这个奖项我很特别的荣幸 谢谢大家 我这次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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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位是 克里森杨 恭喜各位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克里森杨奇森 这一次我是选择了 用我的一个音乐作品 来竞选这次的这个比赛吧 然后很开心 能获得这个奖项 谢谢大家 哈尼哈尼 在我耳边唱 你梦的响起 哈尼哈尼 中女朋友 勾勾小指头 无条件 一直 忍受你的怀脾气 制造了无数巧合剧 为让你每天开心 You are just like an angel 恭喜恭喜 非常非常的恭喜 好 那么我们要请我们的屋底台长呢 帮我们唱名一下 我们这次得的白金奖的得主 好吗 OK 白金奖的得 得奖的小朋友有 第一位是郭波云 好的 大家好 我叫波云郭 也可以叫我德莲西 这是我参加了青少年的钢琴组的一个比赛 我用了一首非常温柔的曲子 叫White Rose 来参加此次比赛 我非常高兴可以获得这次奖项 也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艺术节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年十岁,我来自美国洛杉矶。我今天表演是打鼓。我的曲子是Uptown Fun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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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是Eric 朱。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朱恒辉。我现在参加的项目呢是原创歌曲和原创电影。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这见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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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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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